五天天報帶到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今天禮拜一 我們特別關注兩個事情 這個國際上的一個發展 就是目前大陸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美洲進行訪問 那特別值得觀察的是在上週 這個中國跟加拿大 簽署了一系列的合作的一些計畫 包括對於自由貿易區的 簽訂的一個意象書 似乎也反映了美國TPP的一個破局 加拿大決定跟中國發展自己的一個路線 從這個自由貿易的區域 中國跟加拿大進一步合作之外 那另外我們看到 中加的合作空間到底有多大 特別是新任的這個加拿大總理 對於中國 對於台灣 其實都非常有淵源 他們也是加拿大歷限以來 第一隊的總理副職黨 所以我們怎麼觀察中加之間的關係 好 另外我們看到 今天這個台灣的電子時報 這個一般 可不可以沒有訂 電子時報的頭版頭條提到一個新聞 頭條新聞 就是大陸有一家半導體公司叫華麗維 那華麗維在12寸廠積極的產能廓中 可能會威脅到台積電跟聯電 過去大陸我們聽過紫光 聽過中芯半導體 最後一個最新有個武漢新星 不然又聽到什麼海獅啊 展訊 什麼時候有個華麗維 到底大陸的這個半導體產業 整個佈局什麼地方 我們今天透過華麗維這個新聞 讓官媒完整了解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那怎麼做 我們今天請到三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教的是 形態大師蔡森 蔡老師 特別是今天黑色星期五完之後 今天亞洲股市是黑色星期一 歐洲股市開盤出現了大底 這個從半導體產業 從中家的合作 看得出一些端倪來嗎 好 第二位請教的是 資深財集者 丁萬明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分析師 曾煥文大K 好 我們先進行廣告 先回來從中家的一個巨大 合作關係 金錢爆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